寒冬之际永和药顿排骨连锁店执行长李金宝 还有美轮店店长吴芳平率领着团队 盛在节前夕前往了文栏文件站 举办千里尘埃点亮部落关怀活动 带了80份药顿排骨分享给在地的长辈们 希望小小爱心可以温暖部落的心 吃点30分一到来自永和药顿排骨的团队 来到修理一厢文栏文件站 准备了厨际瓦斯排骨和药顿排骨汤 朱夏把热腾的药顿排骨分享给文栏文件站的长者们 发起这项活动的有和药顿排骨连锁店执行长李金宝 和美轮店长吴芳平来到文栏文件站 办理千里传爱点亮部落关系活动 文栏村长田王才表示 虽然执行长李金宝是厂战人士 不过身产但是人不产 凭着认真努力上进的心 吸得一手好手艺 感谢他有爱心让他的成就分享给大家 有和药顿排骨连锁店执行长李金宝表示 20多年来受到乡亲的照顾 经营药顿排骨也养育了两位女儿上大学 一直到顺利进入职场 而这次是以回馈相应的心情来办理光华活动 用了药顿排骨 在地已经经营了二十几年了 我们一路走来就是受大家的支持和爱护 所以我们今天本着就是起自己社会 用自己社会来关怀我们这些朋友们 能够来关心你们 分享我们的药顿排骨 当然这次一手好手艺的 永和药顿排骨连锁店 美人店长吴芳平也向大家说明 药顿排骨美食的好滋味 药顿排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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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药材都是经过严选搭配调整 均为温和之谱 养颜美容 助神为主 全方位的补众益气 养生的药膳 不分男女老少 是你一年四季的好朋友 当着品尝之后 则是大胆的赞许好吃的药顿排骨 药顿排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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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署店执行长李正文表示 自己的好手语 可以透过关火的活动 把中国传统美食分享给部署主人们 他自己是相当的开心 药顿排骨团队 希望能够透过回馈相议理念 让社会能够更加温暖 药顿排骨 药顿排骨 赞不赞 赞 记得终于学生不到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